《四合院》至少有三千多年历史 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合院式建筑 它的格局为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 从四面将庭院合围在中间,因而得名 提起四合院 很多人首先想起经典的北京四合院 但其实四合院在南北方各地都有分布 由于北方冬季相对寒冷 四合院整体显得厚重 庭院四周闭合有利保暖 而南方属暖湿气候 四合院多数是多层结构 而且有天井,场面相对轻薄,显得更加轻巧 在中国南方的卡斯特地形地区 地表难以流传水分,土壤稀薄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不离居住,自古人口和村落较为分散 但仍然有少数的大规模山地四合院建筑群 以地形山势而建,各具特色 贵州省石千远的楼上古寨,层层民居 依山而建 由于一个巨大的壽字 四合院不像北方般方正对称 反而设计为歪门斜道的奇特布局 但门不对正堂屋 反而呈内八字形状建造 门前青石板古巷都是斜着地走 为什么呢? 专家认为歪门四合院 是古人为了适应山地特点而进行的改造 因为楼上古寨位于卡斯特地茅区 地无三尺平 想建造众多房舍非常困难 但古代鲜民凭高超的智慧 解决了山多地小的难题 利用有限的平地将房屋建成坐北朝南 之后再将平地的边角搭建成丸子 并顺着山形 修建了连接每家每户的街道 呈现了歪门斜道的房舍街巷格局 再和大家看看广西令山院的大楼村 三个方向都被滚山环绕 是典型的卡斯特山地地形 和北方四合院的高门大窗完全不同 这里的四合院建筑室内窗户极少 一律都是在高处开一个猫眼窗 彩光并不充分 但古宅的主人为每栋房屋都设计了一个天井 可以为屋内补充光线 并且令室内空气流通 大楼村位于群山环袍 地势低华降雨频繁的地方 经常受暴雨侵袭 从房屋的排水设计 充分可见古代设计师的心思 他们在屋顶建造两个前后双连斜面 以V型含接到一起的屋檐 形成欧连搭 在下雨的时候就成为蓄水池 雨水会经过通道地下的排水柱排入下水道 也减少了因为直接通过屋檐向下排水 而过度冲击地面的危害 虽然在山上建四合院不容易 但古人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 在串落的规划上 力求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建筑都要像人一样入乡随俗 正正反映了三地四合院的独特文化魅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